玫瑰樓,50克 我家裡煮菜,沒有味道蒸雞粉 現在把花樓放進去 職人吹水網友,大家好! 看到片頭,做辣酒煮花樓 這隻叫花樓,還有一隻叫東風樓 花樓和東風樓最大的分泌是甚麼呢? 首先,看我拿的顏色,看不到嗎? 就看一張照片 看完照片,除了看顏色外 因為花樓比較淺色,圖案也有點不同 為甚麼花樓價錢會比東風樓更貴呢? 主要是花樓吃下去,比較鮮甜 花樓有食療價值 對男士女士都很好,為甚麼? 因為滋陰補腎 花樓一回來,準備一些室溫水 然後準備一些鹽 我們放4-5茶匙的鹽 然後二話不說,把花樓倒進去 先浸一浸 把花樓倒進去,為甚麼要浸呢? 讓它在不舒服的環境 讓它套出不乾淨的海水 也順便讓殼表面的殘滑 待會要洗一下 不要理會 準備兩粒的乾蔥 融,兩粒的蒜蓉 蒜蓉乾蔥融,割兩粒 我甚麼時候都說了 做芫荽,留些芫荽頭 香味的來源 我家裡煮菜,沒有味道,沒有雞粉 就靠香料 這些芫荽頭的確是一絕的 濕的料頭準備好之後 我們都要準備一些乾的料頭 我之前做麻辣的配料 有些青花椒,有些花椒 有些茶皮椒,子彈椒那些 喜歡吃辣的就自己調配 可以加一隻新鮮指天椒 也可以 做這個辣酒煮花樓 本身醬料也是很重要的 以前九十年代 做這個菜很出名的 大家記不記得嗎? 如果記得可以在下面留言 現在應該沒有做的 以前做辣酒煮花樓 用很重的辣椒 或者很重的推香的底部 慢慢去做 現在我們做的多數都是教混醬去做 今天我們準備了三隻雀 第一隻沙茶醬 我們放一個湯匙 然後是薯喉醬 我們放一個茶匙 辣味的來源 就是辣的豆瓣醬 我們放大半茶匙 準備好所有的香料 還有醬料 酒味的來源 是靠什麼呢? 麩枝肉出當然是靠酒 難道是靠糖水嗎? 我們用花樓酒 約一百毫升 玫瑰落約五十毫升 最後才放 花樓浸泡了十五分鐘 現在就清洗了 首先第一步 我們把原本的水倒掉 用來拆開 看一看 看有沒有雲爪或鹽 多數都不會很新鮮 我們就把它收拾了 這批螺相當漂亮 我們進一步清潔 倒水 放2茶匙的鹽進去,攪拌一攪拌 鹽攪拌的作用是攪拌,攪拌一攪拌 然後再封洗2-3次 花蘿洗到表面的攪拌沒有了,就把它瀝水 還要把它抹乾 拿剛才的材料出來 開始煮,用慢火燒熱鑊 第一步,處理乾品,花椒、麻椒、茶皮焦、子彈椒 攪拌大鍋,攪拌一攪,讓它有香味釋出 當聞到香味釋出,設計不要大火 加入油,炒一炒香 當有辣椒、花椒味的釋出 大部分,將它拌起 接著,加乾蔥、田、雞頭、蒜蓉 慢慢火中炒香 10秒左右,加入混醬 炒香 然後再加一炒香 將醬汁慢慢推香 當看到醬汁都起泡,將酵汁加一半 然後加入100毫升青水 讓它煮滾 調味後,加入蠔油1湯匙 煮味的來源是蠔油 鹹味是來自生抽 生抽都加入1湯匙 調味後,滾起醬汁 把花撈下來 慢慢攪拌均勻 稍微入味 蓋蓋煮兩分鐘 期間保持中大火 炸了兩分鐘 炸了才過 看看是甚麼模樣 這些包裹很快熟 最後關火 把醬汁加進去 醬汁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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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勁煮 醬汁加進去 在外面煮一個小鍋 煮好蘿蔔放在底部 在家裡就這樣上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已經很爽吃了 上碟或上鍋子後 玫瑰露50毫升 最後才放在上面 然後剛才的辣椒油 把醬汁加進去 下了玫瑰露後 已經是芬香撲鼻了 我這個鮮造花螺和以前的花螺最大的分別是 我沒有紫蘇葉的 以前那個 我們用大隻小小的螺 就炆到很軟的 現在這個新派的做法 麻辣味加鮮甜 沙茶醬的味道也很濃郁的 喜歡吃辣酒煮花螺的網友 記得按LIKE我星星 喜歡吃鹽聲的網友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分享辣酒煮花螺 那我就急不及待吃了東西 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下一個嘗試 下一個只好 高冷腻 小泉 香濃 有一點 有一點 微高冷腮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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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